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 他问说 E3为什么这边是零 我怎么知道是零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函数 你不知道说 这个函数怎么使用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你可以在这上面按一个 游标放上去 按一个F1 F1 方悬键上面一个F1 按下去 F1就是 帮我把 它里面的 这个词典叫出来 OK 也就是说VBA里面呢 有哪一些可以用的 方悬 其实你可以配合F1 然后他这边就有说明了 有没有 只是说他里面的说明 说的并不是说 他有点像是 那个音翻中直接翻 而且是翻得很不好的那一种 然后 所以你们可能刚开始观看这个 其实略看就好 OK 因为你看完之后 你可能还是会很多地方看不懂 因为我光以前 刚开始我有这种经验 看很久还是看不懂 我觉得很头痛 为什么给我们看不懂的东西 你们拿一个可以真的 后来发现 其实 你要知道它的规则 像它有些东西 它就是一个规则 像这种 E3的语法 它就列这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它怎么 1 2 3 4 它给我四个东西 那我们刚刚只给几个 给两个 一个是哪一个储存哥 那要找什么 对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它这个是中瓜胡的话 表示说option的 就是说可给可不给 所以中瓜胡就是 你不给没有关系 所以到部分我都暂时间不给 那至于这个到底要给什么 它会说明 所以STAR 意思是哪一个字开始 它的说明在这里 选用 所以你看到选用的意思是说 中瓜胡就是可给可不给 那Compare也是一样 这个是可给可不给 要不要选用 那必须项目 必须项目 这边就有说明了 你就看一下 不过我也想也略看 因为我已经看很习惯 所以大概知道怎么看 就知道重点在哪里了 OK 如果你刚开始不太熟的话 你就是大概知道 它有这样的规则 它会这边上面跟你讲说 要怎么去丢 等等的相关的说明 底下也会 那Compare 这个引述里面 如果你要找的话 它有什么二进位的比较 不过一般人 我想应该这样不用特别 所以这个暂时可以不需要知道 其他的话 还有相助解 甚至有些范例 比如说 它这边有 有一个范例 那请 试一下看一下 OK 好 那其他的话 如果你要看 VBA里面 还有哪些函数的话 或者函次 它翻译人家函次 那你可以点 In3的上一层 这边点下去的话 这里所有列出来 就是VBA 里面所有的函数 而且它有分类 有没有 它包含哪一类呢 就是 这个是转换类的 所谓的转换 那就是说 比如说String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把数字转换成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String 那颠倒过来的话 就是VAL OK 那这边有 如果你要看的话 一样点进去 它也会说明 你可以上一页 反正这个 真的 如果你要把它彻底学好的话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整理一下笔记 我以前就是这样整理笔记的 然后把它分类 这边都有 数学函数 然后转换其他等等的 这么多 这么多 但目前的话 可能MID这边有人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里面很多 这相关的函数 你就花一点时间 稍微看一下 然后你就把它当 词典 没有人在背词典 但至少要知道什么 你将来要找 可以找到 你想找的资料就够了 OK 然后再来就多一些案例 所以后面如果我们还会用到的话 我们会再跟各位说说明 第一个 所以In3 记得在这边按F1 它就跳出来了 其他东西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这么多 你可以再筛选 甚至它还可以去搜寻 甚至你也可以配合Google Google一下应该有答案 不过Google有说VBA 给的答案好像也不见得是非常好的 我给各位的答案就是 真的是已经经过了一番的 算是什么 思考 尽量把一些去无存心的 应该已经非常精炼的东西了 而不是给你们一些 你还要在想很久的东西 应该已经够精简的 我已经再想不到 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OK 如果有的话请你告诉我 可是问题 当然你现在这样看 可能还有点吃力 所以我建议将来你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一串 我把它直接复制贴过来 因为这样会比较明显 就是如果你直接看这个程式 会看得很吃力 但是如果你在上面加上注解的话 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 OK 所以如果你不加注解 表示你是高手 OK 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 请你自己花一点时间注解 至于上面的注解要写什么 应该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因为之前我看过有同学 快要写出一篇文章了 可不可以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吗 有人就把上面当笔记吗 对不对 那有的人是都知道了 那就OK 可是有的人不知道 那没关系 你就可以 就是写清楚一点嘛 那主要 原因是因为 你下一次 在看程式 你还是看不懂 像刚刚那个程式 有没有 你现在看也许看得懂 但是呢 你几个小时 或几天之后 你回头看 你应该都忘光了 OK 除非是你是高手 OK 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 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加一个注解吧 变不回来 好 没关系 我再贴一下 好 所以贴一下 不对 没关系 反正你们将来 这个上面有 你就直接拿这个来贴就可以了 OK 我把它 好 贴上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 制定函数 不过这边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稍微说一下 我们这边本来是10嘛 可是就有一些同学就问说 可是问题 现在我们资料可能要到11 可能到12 那如果你现在清楚 它清到这边 后面没有了 对 那如果呢 要丢 丢到这边 它起了 没有了 怎么办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吧 要知道说 目前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那通常的话呢 A 可以从A去追踪 所以追踪的方法也非常重要 以后的话呢 我们的写法 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10的位置 可以不要是固定的 而是应该跟着什么 跟着你现在的最下面一列 而去改变的 那最下面一列 怎么追踪 接下来你可能需要学会另外一个物件 叫做Range物件 Range在录制剧集里面 应该有看过 Range就是范围 或储存格 如果你给单一个 它就是储存格 如果你给什么 哪一个中间加一个冒号 就是一个范围 有没有 B1 比如说B1冒号 B12 那就是一个范围 如果B1就是指单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我们要追踪的话 理论上可以这样 就是有点模拟 什么 楼标放这边 Ctrl向下 有没有 Ctrl向下 有没有 Ctrl这样做 如果向上就是跳到最上 Ctrl向下就是跳到最下 如果你在Ctrl向下它就跳到这个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 因为没有 中间如果没有挡住的话 它就跳到最下面 所以理论上一个工作表最多能够储存多少列呢 1048576 刚好就104万多笔啦 所以Esser最多能够存放这么多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游标放在A2好了 Ctrl向下 它会得到12列 那这个动作呢 如果写成VBA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还蛮重要 第一个的话 你要就是跟他讲说Range 哪个储存格 Range跟Sale最大不一样是 Sale里面是放哪一列哪一栏 而且你可以放数字 但是Range是要放文字 OK文字 所以你这边可以放B1 B2 应该是A1 从A2追踪好了 A2 所以你跟他讲说 我要从A2开始帮我追踪 好 那电 电 电下去之后的话 你打个E E之后会有个End End的话 当然顾名诗意 End就是它的边界 那这个边界的话 如果你要哪一个方向的话 不外乎上下左右 所以前刮弧按一下 那记得你按前刮弧 它就会上下左右 你用键盘上下左右选一下 你要哪个 我要向下 向下追踪 后刮弧一下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我从A1 帮我向下追踪 那向下追踪之后 我要得到什么 得到他现在的列数字是多少 所以特别注意后面要告诉他说 我要得到列的这个区域 所以后面呢 我再加一个点什么 点列 列的话在那个VBA里面就是点Raw Raw就是Raw 所以这一行叙述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从A1向下追踪 OK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这个是主持 这个是动词 向下追踪 这个是什么 算是受死吗 还是 反正就是最后得到那个值 OK 得到的那个值 帮我把它带回来 所以这个Raw值的就是12 帮我丢到这边 所以这边就会得到12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以后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个因为呢 在Esser里面 我们会经常性的去追踪 才会是活的 所以这个请 当然你如果不熟的话 刚开始可以用复制贴的 像这边你可以复制 做好一个 这边就可以贴了 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用贴的 OK 那如果这样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清除会卡在这里 现在会不会卡住 试一下 好像不会 公式丢一下 有没有 这边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呢 他会自动去追踪 OK 如果说我今天再多几篮 比如说这边 再假设篮 再多个几篮 看到不OK 清除 再丢 还是会 有没有 这边空的 所以没有 再丢 OK 因为只要他会向下追踪 那就会有得到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蛮重要 所以我刚刚两个重点 第一个 游标放在这边按F1 自己才会再花一点时间整理 第二个的话向下追踪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也就是说 VBA里面一百多个函数 其实 如果将来 你希望能够把VBA彻底学好 那 可能就慢慢要熟悉 那个VBA的函数了 所以基本上 Esser里面 有Esser的函数 VBA又有VBA里面的函数 那当然你也不用特别去背 其实我后面会教各位 主要就是说 你应该要学的 是学会 使用函数的方法 即便那个函数你没用过 没有关系 你看一下F1一下 其实你也会用 很多函数 其实我刚开始也不会用 大部分我都是透过什么 F1 得到官方的说明 不过可能慢慢要习惯 就你要看 慢慢要习惯看懂那个官方的说明 如果你可以慢慢习惯看懂的话 有些东西不会做 反而你一下 你应该慢慢也会知道该怎么做 这第一个 所以 VBA要把它学好 函数部分可以用查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追踪 怎么样向下追踪 追踪的逻辑 最好是可以把它打收 拿一个储存格 Range A2 用点M的刮胡 特别说M的刮胡那个后面是X 它XL 但不是M 最好是刮胡用选的 你不要自己打 因为之前的同学 自己打X 打成1了 那不是1 有那是XL XL 但OK